如果说要评一个2020年十大数码理财产品是什么 那内存绝对算是上市头一件 从今年1月到现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 单调8G的DDR4内存价格已经从200元涨到了接近300元 增长率高达50%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了 那么言归正众 咱们今天要评测就是影植近期新推出的一款内存产品 命约星耀 这是继显卡之后影词再次以星耀命名的产品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这套条子在外观方面可以说是延续了星耀系列一贯的风格 全灰色的金属马甲做了一些棱边设计来突出整体的立体感 而顶部的灯带则延续了星耀显卡上的设计 透明而且看起来很像是水晶 自带一些不规则的棱角 点亮之后呢格外的耀眼 整体是一条均匀的发光灯带 可以同时支持华硕微星技嘉华琴能厂商的灯效通过 基本上是涵盖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主板厂商 兼容性非常的广 也就是说你不管用的是以上哪家的主板 都可以用相关厂商的灯效控制软件 对它进行灯效控制的 那比如华硕的AuraSync 微星的炫光头部等等 我个人对这款以内存的颜值还是非常喜欢的 当然颜值这个东西啊 见仁见智各花入各眼 咱们再来看一眼它的规格 影迟这一次发布的这款星耀内存呢 一共有三个容量可选 分别是单调8G 16G还有32G 目前我手上的这两条呢 是单调8G的版本 频率是DDR4-3000兆Hz 除此之外呢 我还看到过一些媒体 为了UP主拿到了16G的版本 32G的呢 目前还没有放出 不过影迟方面表示也快了 那通过台风软件呢 读取的信息 可以看到这两根条子啊 采用的是美光的D9TBH的颗粒 不会近期比较火的C9BJZ啊 有点小遗憾 性能方面呢 我选用了两套平台来进行测试 分别是Indury龙7 3700X 加华硕R5G C8H Wi-Fi的组合 和Intel i5-9600KF 加华硕R5G Strix Z390i Gaming主板的组合 测试盘则是使用了这款 拥有超高读写速度的影词 Hoff Pro 500G PCIe 4.0M.2 固态硬盘 亮机卡呢 是MD的RX5 7000公版 电源则是1000W的安泰KHCG 1000XG 其他硬件信息呢 大家可以参考上面这个表情吧 MD平台呢 我主要测试了2133 3000以及3266 赵赫兹三个频率下的内存性能表现 每个频率段呢 我测试了五组数据 以上呢是上机默认2133 赵赫兹频率下的AD64 内存性能测试截图 只是读取速度呢 大约为31000Mbps 写入速度则仅为19000Mbps左右 拷贝速度呢 同样为31000Mbps左右 延迟大概在102Nm 手动超频到官方标定的3000Mbps后 整体读写性能已经提升了不少 并且延迟也更低了 最后呢 我又尝试超频到3266Mbps 并通过了AD64 一小时的内存稳定性测试 我们取三个不同频率的 五组数据的平均值来进行对比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频率3266Mbps状态下 内存整体读写性能提升了40%左右 并且呢 延迟比原来降低了20% 不过频率在往上的话呢 我暂时就超不上去了 近日能正常开机呢 也无法通过考机测试 再来看intel平台上的表现啊 2133默评状态下 读写普遍只有31000Mbps左右 延迟为60Nm 使用内存自带的XMP 一键超频到3000Mbps之后呢 读写速度提升到了 42000Mbps左右 延迟呢 也进一步降低到了50Nm左右 而我最终也只能超到3200Mbps 此时时序稍微放宽了一些 VC17-18-18-36 但性能提升并不明显 并且电压需要加到1.45V 才能稳定正常的开机 已经非常的高了 考虑到长期使用的话呢 稳定性才是第一位的 这里建议使用intel平台的小伙伴 直接用官方的XMP设置 超到3000Mbps就好 同样呢 也通过了一小时的稳定性测试 各位如果有关于这套内存 更高的稳定超频记录 欢迎把你的参数分享到公文区 给我们抄个作业 好了 又到了最后的总结时间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款内存的盐竹 整体给人非常有设计感 灯带很均匀 灯效做的确实也还不错 兼容器也很好 支持各大主板品牌的灯效同步 要知道现在的内存啊 基本就是在拼谁家的RGB灯效做的好 毕竟灯足够糟 性能加成200% 你们说是吧 售价方面呢 也比较合理 目前单条8G的话 在京东的售价是389 不过常年属于售庆的状态 有一个3600MHz的版本就比较贵 单条要500块 这样的售价 基本和其他品牌的RGB灯条持平 美足不足的事 不是很能超频 我手上这套8G的条子啊 上线差不多就在3300MHz左右 我看到网上一些媒体和UP主 拿到的16G单条的版本 颗粒型号呢 和我的都不一样 可能16G的版本呢 会比较能超一些 毕竟官方也有标定 3600MHz的版本 估计也是采用了不同的颗粒 那么考虑到最近内存一直在涨价 各位要么就早晚早享受 说不定放一放 各位阵还能升职 要么就再等等 毕竟等等打 终将胜利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长按点赞三连支持我们微博 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微信和微博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